虽然很多人都购买了汽车 不过有不少司机朋友的驾驶习惯并不好 这样会给车辆带来很大的损坏 不仅会影响到车辆的使用寿命 甚至可能导致提前报废 那所谓的刹车离合一击才很要命这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老师傅的一席话会让你豁然开朗 离合器一般是在手动挡汽车上才会配备的 目前自动挡汽车就没有配备离合器踏板了 这或许也是自动挡汽车 很快受到人们认可的原因之一吧 言归正传 为啥说刹车和离合一起踩很要命 简单介绍一下 离合器是发动机与变速箱之间的一个连接装置 如果踩下离合器就意味着 切断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 整辆车子就没有了动力输出 而且长时间的踩下离合器 会让变速箱长时间处于半联动状态 这样对于变速箱的影响是很大的 会大大缩短变速箱的使用寿命 当然如果是需要维修的话 也会存在高昂的维修费用 另外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手动挡汽车是可以依靠发动机来提供制动的 如果说我们踩下离合器又踩刹车 其想法肯定是需要给车辆减速 并且把车子停下来的 之前我们也说到 当踩下离合器的时候 就意味着发动机与变速箱之间没有了连接 这样发动机并不能提供制动效果 车辆的制动距离也会大大增加 可别小看这几米的变化 或许就是这几米的距离 就决定了一场交通事故是否会发生 所以刹车与离合的方式确实是不可取的 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如果是我们需要减速 或者是让车辆停下来 应该是先踩下刹车给车辆减速 直到车速降到一定范围内 我们再踩下离合器塔板 将车辆靠边直到停下来 这辆既不会损坏变速箱 也可以有效缩短汽车的制动距离 这辆既不会损坏变速箱 这辆既不会损坏变速箱